大家好,我是W,欢迎收看电影随便聊 水星侠,四座王国,不但成为国王,还结婚生子 兄弟齐心一起对付这一位又回来哥哥尼的死对头 有什么亮点呢? 线上精彩预告分析第一弹 一起来看看票房会回来吗? DC获展宇宙的最有一步 说起来过程也真的是蛮曲折的这一步 但终究还是得勇敢推出来接受票房严护的考验啦 水星侠第二集带大家继续汉闲海里世界四座王国 也就是第一集提到了有七大王国 包括亚特拉吉斯,泽贝尔,人鱼,沙漠,海国,沿海王国之外呢 没有错,这次第二集就是带大家来找四座王国啦 就从这次预告一开始来看起 以空拍来带过伏兵 伏兵上面除了用来秀出华纳跟DC的狗狗 是不是有可能也是暗示了北极圈或南极圈 这次冒险过程或目的将会进入高纬度冰冻场景 然后就有看到我们男主杰森摩墨牙饰演的亚瑟 而这一幕其实是深入海沟来到地心引力之海 这是第一集《重逢老妈,立可记满》饰演亚特兰娜那一段 也看到了这边一开始就说生活变得不一样 四年过去已经当人家老公 还剩下一个小宝宝了 出现在第一集的主要角色 有这次预告看起来 除了温达佛没有参加 哈,大家应该都会再出现在这部《斯洛王国》 只不过不能保证这片里面还会剩下多少戏份哦 没错,针对就是你,安博赫德是演梅拉 看到预告开始就提到了成为人夫也当老爸了 说的就是亚瑟后来跟梅拉结婚,剩下小贝比 但因为前面风风火火跟强力逮捕闹得很大官司 现在看起来即使没有完全被伤光 凶多提早,W也是很怀疑梅拉的戏份还剩下多少 像是灯塔这一幕,全家福一起演唱《共享天奴》里面 这边还看到小小隐约红法这位应该是梅拉 外面中还有亚瑟、亚特兰娜以及亚瑟老爸 泰姆拉、莫里森四爷的塔玛士 也看到亚瑟请教他老爸 因为当初老妈被抓回去 塔玛士一个人照顾亚瑟小贝比是怎么办到的 而预告一开始极端以比较风趣的方式来铺陈 除了是交代亚瑟他们家里的现况之外呢 还有最重要的亚瑟聊到了他的正职工作 不再是无言游名一枚他现在位高权重是维护了大海秩序 他现在是亚特兰娜斯的国王 相当有趣的是第一期拼子拼活赶走他弟弟 这边看起来把亚特兰娜斯国王的位置当作是工作 第一亚瑟并没有把国王视为他的权利或义务 第二所有的工作失误也就意味着可歌可泣 可哪一天他当立了或不爽了就会持工作感觉 一方面是展现亚瑟他洒脱的性格 另一方面或多或少也让感觉并没有那么看重当国王这件事 人家在说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要肩负底下海洋各族无意居民福祉可不是容易的 另外接下来亚瑟也说到他自己当国王 但不代表因为这样底下所有人就喜欢他 这些在在都可以嗅到一种挂关求去的味道 亚瑟直插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来代替他 然后呢也延续第一集飘飘亮亮宣布的海里世界 达到持平来说 这几年陆续好几部电影 镜头下大家可以看到各种所展现的海里世界 水星侠对于呈现华丽高科技一面确实是有一套啦 这一部分将会展现的和平知识的海底王国 但这位出现的国王可能当个出力的英雄比较适合 像是竞技场打来一台赛拉 或向前面阻挡海底列车出轨的事件之类的 舒适上亚瑟瑟仿佛陆劫 穿得很正式坐在王位 可能就会坐不住 没什么时候他就屁股羊想要走人 而前面也提过其他王国扩除掉不明的第七个 有第一集的剧情大概可以猜到一些 里面立场并不全然是站在亚瑟这边的 像海购物族不然想象他们还是蠢蠢欲动想造反吧 再加上帮小回顾一下第一集时坏人最后的下场 有叶昂亚阿巴杜马蒂二世饰演的大卫凯恩 黑肤分第一集就一整个职业要为老爸报仇 虽然第一集大卫被打败了 不过也在第一集的片尾 恨道然道不饰演的史蒂芬陈博士救了他 所以罗再来到第二集这边 额头上多一道吧 不然想象又要在一起风波了 东山在一起的黑肤分再一次又要来报复亚瑟 而陈博士所扮演的角色呢 八九不离时就是提供黑肤分科技成分的资源啦 就会看到了卷主重来的黑肤分完全没在顾忌的 势必只会更加兴手啦不留情面吧 就恨到了这段预告料下狠话要杀全家人 甚至是把亚瑟王国整个烧成灰烬 所以是否很大可能 就会连小宝宝也会被波及呢 确实可以看到漫画黑肤分绑架Aquababy水宝宝 而且在亚瑟就到水宝宝时 水宝宝却已经化掉了 哦哦所以电影有可能会这么惨吗 存下2上映档期是在圣诞节 如果像漫画那样 可以想象应该是会被骂爆吧 不过倒还是不能排除 会有水宝宝被绑架的部分 这段后面就看到路易三个家被摧毁 威尼更强大的黑肤分瞬间射爆海铁船队 亚特兰娜骑着水宝摩托车跑给换追 也据说了 因为为了达封好档期没演这部 取而代之的则是这位女王的气氛增加 不只是帮助亚瑟当一个好国王 由这边来推测 应该也会有更多的打斗气氛啊 也看到了这一次新的神兵器黑色三叉戟 好啦 但不是认为可以再有创意一点好不好呢 随时想要有黄金三叉戟 这次就来个黑色三叉戟对咖 黑人演坏了黑部分 武器就配黑色三叉戟黑到底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黑的套装组合搭配吗 然后 也看到这一段 前面亚瑟去过了沙漠王国 还有不同于经典橘绿配色套装 这边看到亚瑟是换成第一套蓝色套装 灵感应该是来自于一个1986年的水仪甲短片 而且特别之处在于这套战袍 可以让亚瑟隐形推测像章鱼那样 可以变换成背景色达到隐形的效果 还有呢 亚瑟再次来到沙漠王国目的 其实呢 就派出一个威尔森 四眼欧姆 aka海洋领主 前面D级打败欧姆的部队之后呢 看来欧姆后来是被关在沙漠王国这边 也推测 这时候亚瑟的律师应该是被占领 亚瑟因挫败被赶出来 所以才来找欧姆帮忙的 在D级时 大家应该就已经看过 欧姆跟亚瑟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老妈都是亚特兰娜 而刚才看到欧姆瘦巴巴的场况 应该只是缺水 来到下一幕 泡了水之后 就给她变为金状模样 当然第一次 王位被亚瑟给抢走了 欧姆心里面 多少还是有些不服气 不爽坏 不过被关了一阵子之后 或许看在老妈的份上 身后是与其王国 被外人给糟蹋了 还倒不如 建立一些功劳 跟亚瑟哥哥合作 抢回来 所以 不然就看到 这次是两兄弟一起冒险的组合 寻找四弱王国 应该就是冒险的重点 像是这个 丛林边边 远方有一座火山 火山口冒出来的是一种 奇怪的绿烟 这个确认是前面第一集 没有出现过的场景 而寻找四弱王国 所谓的目的为何 目前散布名堂 但借由这次的任务 也就像孙昌醉那样 这次亚瑟哥们 应该是会把 其他王国 再来溜过一遍 就在他们两兄弟 一起冒险的旅程当中 亚瑟跟乌姆 抱怨他恨这份工作 情侣连贯起来 应该不单单 是指这次的任务行动 更大可能 指的是当国王 这件事情吧 所以W的推测 或许在这次事件结束之后 亚瑟可能会再把王位 传给乌姆劳立当 也不一定 因为从头看起来 亚瑟还是比较喜欢 自在漂泊啦 然后 大乔要过旋涯的这一段 应该还有其他 更聪明的方法 可以过这个旋涯吧 但亚瑟一直撞倒 这做巨大雕像来当乔 不只是回忠古迹 雕像应该年代久远的 更也是再次验证的 亚瑟脑袋是用来撞的 其实还是比较适合 用门力来解决事情 是不是 就连欧姆看到也傻眼的 应该很不服气 到底第几什么一回事 竟输给了 同样简单的老哥 再来看到了两兄弟的冒险 来到了鲨鱼园的地盘 可以知道的是 第七动漫里面 有好几个鲨鱼的角色 像是自杀突击队 集结出现的鲨鱼王 来到海底王国世界 当然也是不能少鲨鱼族 而其中目前已经知道的 伊蒂摩尔饰演的卡逊 猫里面哈逊是一只虎鲨 在接触核飞料后 驱出一遍并拥有了高智慧 但这边不仅是一只 而是一大票杀鱼人 向着这边三只垂头鲨 亚瑟跟欧姆 貌似被抓在这边的 也看到黑部分 除了科技成分提升 更强大之外 再来说说 这一次到手的这把黑色三叉戟 画面看到黑色三叉戟 另一个特色 同学相信的是一把两段 可是这一次发出绿光的神秘三叉戟 放一下这些漫画 其实没有出现过这把三叉戟 有人怀疑的是否可能概念 来自于死亡权杖 漫画有黑部分 拖走这把死亡权杖的情节 有没有可能这边的地人 把权杖换成了黑色三叉戟呢 然后第一集出现过老国王 由温森雷根饰演 在这边第二集 也将这一次 以历史恢复方式来出现 好了 寻找世后王国 当然就要参考古代传说 而这个时候 就是亚特兰国王 就有一些赏回 另一代亚特兰历史国王 出场的时机 带出了像是古代 两色三叉戟对决的结果 黑色三叉戟 年代换了首长 就这样原本已是被亚特兰 拼成两截 但黑服饭就是有办法 应该也是沈博士帮助吧 黑服饭找到了黑色三叉戟 把两截接起来 也就是这样 黑服饭的力量达到了顶峰 看到这一幕 光帅气的程度 就快超越水星霞了 背景之灯塔 应该就是摧毁 亚特陆地老家的场景 加上还有大批水中怪物 像章鱼甲格类 甚至欧姆提到了 黑服饭打算灭绝血脉 嗯 这一点也是再一次 可怕哦 让你想到可能绑架 杀害宝宝的部分 看完预告之后 总结来说 确实有很大的部分 小可惜 这一次水星霞 《四双王国》延续了第一集 但角色剧情延续之余 相对没出现太多新鲜感 据说三叉戟对三叉戟 创意不太过 没有在更新面孔的强敌吗 以目前预告所看到的 很有可能 最后最大boss还是黑服饭 一些周边消息对这部《纯架2》不是很有利 没让可能出现在电影里面 但相对的很有可能没有太多戏份 后面被消失 除以掉了 嗯 大概只能期待 他们找到《四双王国》很有爆点 或像是亚瑟水宝宝 遗传了老爸老妈强大超能力 军队后反而成为拯救大家关键之类的 也因为都已经说这将会是第一期扩散宇宙最后一部 反正说有小半屁幕侠的客串镜头都被删了 虽然还是有大战机械深海巨怪之类的大决战 但这次预告来观察两点是不太过 或许最后只求一个洒脱的结束 就是W前面提过亚瑟可能把王位再传回去欧母 然后就可还水星侠一个自由了 是不是呢 W还是会去支持一下 大概就先这样 还有什么意见 汉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这部水星侠失落王国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